海外華人從委內瑞拉的現狀 看到了共產主義的真實面目 大陸民眾因為社會的信仰缺失感到迷茫 他們都聲明退出中共組織 一起來看這一期的退黨競選 佛羅里達州的林正新說 自從看到委內瑞拉以及看到諸多歷史真相之後 我看到了整個共產主義的虛偽、邪惡和極端的恐怖 因此本人林正新在此 公開退出共產黨、共青團和少先隊 並且不會再允許各種變種的共產邪說 污染我的大腦 希望人類永絕共產祸患 祝一切反共的人安好 大陸的許新台說 文革後失去信仰的中國人民苦不堪言 人沒有信仰會瘋掉的 跟禽獸有什麼區別 作為今天的中國人心中充滿了恐懼和迷茫 今天有幸明白的真相 我決定退出中共共青團、少先隊等邪惡組織 相信法輪大法好、真善人好 選擇美好未來、做人需要真善人 中國需要真善人